咱们这个318国道的话 它就是一个通信路 咱们这个318国道的话 它就是一个通信路 我们现在老百姓 像西藏的老百姓呢 到内地可以很方便的去游玩 那我们内地的朋友呢 也可以来我们西藏 体验我们不同的文化 就是我们的文化呢 可以更好的去交流 我们可以更好的亲近彼此 然后形成这个民族大融合 像我们像十六四一样 一起谈结在一起 让我们的民族更加的振兴